大家好,我是小晃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建会的强强对决 温量方钓鱼到对面镇宝阁 那一切进来就看见遇到这边被点倒两个 花库山这边三回合的小晃 下个回合可以拉起来 魔王这边是四回合的一个小死 温量方第五是被打得真的 温量方选择上的是一个魔王咒势不夺加花 山的三公团队最近遇到一直也在打这套阵 一直在打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传统的大唐神明的女儿国标 攻阵也是大克阴阵10% 有大克 但好像温量方这个情况不是太理想 打个大金 马上两个输出都可以拉起来了 对面地府手里还有一点灵源 可以借着岩床向温量方的魔王 拉起来 看来是不打算岩床了 碰一下祖师 9500直接火满 还有神针 还能借着飞 哎呦 盪魔了 哎呦 这个数据已经很爆炸了 小死亡连点给了一把平A给的倒是不多啊 不过神灵的单抽成 做够了 简简单单 简简单单 那潘贝达克 但是对战方这个伤害也确实 确实够啊 观战方还是拉起来 拉起来也会想回合 对面还能接着点 秘传 四千五千 对面还得接着点 对战方受不了 观战方这么一个伤害的 仗着自己有地图的话 还是蛮有优势的 神针 再飞 小死亡 接着点 你三个输出啊 观战方这三个输出 他防减杀 基本就没什么能力 你风系少 或者说辅助少 你怎么防 你五个人三个输出 你这不好防点啥的 只能给 只能给人 对战方甚至还能接着点 观战方的魔王呢 小死亡 接着点 观战方的魔王 两个输出没了 对面毫无压力 直接换一片 直接换一片 еров 疯似 安 再来一把破碎 专门为了打 因为剑慧都是提前知道阵容的 就知道你上九离城或者是八路山的时候 现在都乐意去带一个破碎 那不知道的情况下肯定还是以破血为主 知道了就带破碎 地瓶处理掉 还有神针还能接着飞 所以他这种阵容打法的话 就只能有飞就肯定又飞了呗 点杀你没地府没意义 就又飞还是飞吧 选择了一把破天 没有去飞 选择点了一手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观众朋友选择去压了一下对面的大唐 防止对面的点杀 相当于做了一个防点杀的操作 人拉大唐 战利加起 继续压对面大唐 毕竟观众方有无理激素的话 也算是一种防点杀的一种方式吧 再压到神木 你别说这几回合你让鱼老这边打出东西来了 哎哟 又清了一个宝宝 那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 一把金清 打着打着打出点味道来了 秘传 神又一个 不然对面就剩一个宝宝了 心腿省了一个 赶紧空输出 队长方现在有点受不了 再控化神色 不让你活血 把孩子换了 也换成地厅了 观众方感觉自己现在 有点优势了 补地厅 输出补地厅 输出补地厅 这个行为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节奏一旦地厅打不出 打不出效果的时候 你输出不地厅 会让自己的优势丧失掉 就地厅一定得打出效果 不然你想想 哎 不然你想想 人 你出宝宝了 对吧 地厅又没有打出效果 相当于观众方就没有输出了 哎 得 血亏 啊 输出不地厅 血亏 因为没有打出效果来 两个都没有打出效果 全部被清掉 好尴尬 然后你两个输出 你宗师和魔王还得再补一个宝宝出来 这样你相当于人物耽误了两回合的操作 你可是输出部的地厅 继续建设 警服咒 靠起来 不服宝宝了 魔王呢 魔王得补吧 小层对面直接要反点 平 没无理系速度 就稳稳稳稳的一把 平有十一把 垫底 你看两个输出 葛杖现在忙着补输出了 他连宝贝也顾不上脖 现在忙着补输出 就是因为 哪一个地厅处的 对面有十一把 趁底的话 大疼平也能点死人 这十一把单秒伤害太高了 就很离谱的高 好 又失敗了 好 方便殺 關照萬象 工地厅 也能把魔杀掉 也可以 砸掉 延长 等到四十回合还有一点力量 换到黄色都花果山 对面现在可以继续点呗 总感觉对战房点谁他都点得死了 这个 小死亡 剩下的就得看地图 地图挂不住小死亡可不行 要不然两千切 优优独播剧场 再拉起魔王 感觉余岛现在想打的话 只能期待魔王出个无穷娜娜什么 你不然还真不好打 对面女儿撑没宝宝了 场上最后一刻 八五三一时半会儿 拉不起来 对面还得来 还得来 接着挂小子 关掉荒对于对面的点杀 毫无防守能力 真的个小法宝 碰一碰运气 碰一碰运气 金钦来一个 谁说毫无防守能力 有的 有的 无魂就防住了 哎 这样关掉荒花果山也算是熬出来了 啊 这花果山也熬出来了 又可以拉起来了 对两方是一直想找第二个尸体点 一直找不着 不是低腹中无本 就小索挂不中 所以他那点领域啊 他一直没延长 憋在手里了 牛技 拉起花果山 先立小茄子 那就还有得玩 剩下的只要看 花果山能刷到什么技能吧 小死亡 直接就来了 也送走了 得啊 啥也没干 又被点死了 哎呀 来了个九优除名 来 能不能除了名 起了一个九优除名 看看能不能除了名 站起来 亲爱的 站起来了 九优除名 刚才转的那个圈圈 就一丝鱼吧 杜结今生的一个东西 叫九优除名 听这个技能的名字 大家也都知道 抹去了生死步上的名字 那他就站起来了 这个技能不多见 这不多见 当头 观察方站起来 第一件事 先压对面的大桃关 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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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权肯定还是在对站方嘛 你现在女儿的金金又不抗小索 观察方只能是靠这种技能 去压一下对面 大桃的一个血线 对面直接选择用剧剑 但小祖皇他还是没挂中 地府不争气 对面女儿花真死都没报复了 这两个点 最起码是出不来地平了 观察方这边压力也小很多 赶紧补宝宝呀 赶紧补宝宝呀 观察方这边怎么怎么还补宝宝 你没有宝宝你怎么打拼 赶紧补啊 赶紧补 又是一个地平 战神宝典立起来 小祖皇他又来了 你不补宝宝 你这人没了 一会怎么打PK 哎呦 你看这又被点死了 你没宝宝被点死 很伤的 没宝宝被点死 很伤的 哎 这还自动了 再加一把战敌 你忽然却不 verdade 啊 他也押住 女儿肯 再控一下 苍林血雨 广场方这是不玩的 苍林血雨就不玩了 甘无奈 其实这场比赛打的这么磨叽 问题出在哪 就出在最 其实就出在对面地府身上 这小子宝宝挂不住 咱有一说一 就是宝阁这个地府 在五神坛挂的是 非常准 五神坛挂的是非常准 但是怎么一打兼会 就不太准了 除了没有任何意义都不穷大 一点意义都没有 风火狼烟 算账方 不玩了 放弃了 感恩 幸福 也不是 挺有趣的 广场 非常准备 但是 拜拜